1962年5月 两位开国少将带领着6万余人 毫不犹豫地叛逃至苏联 这叛逃的场景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 在苏联解体之后 这群叛逃的人又想要重回祖国怀抱 在边境县高举横幅大喊 我们是中国人要回祖国 那么这群人究竟为何要选择叛逃苏联 时至今日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聊 1962年的新疆初夏 6万余拎着箱子托儿带女的公民 来到了新疆霍尔果斯口岸 率领这群人的是两位开国少将 他们不顾国家安危 只为一己私欲 没有丝毫犹豫地要叛逃至苏联 幻想着只要进了苏联 就可以去过那逍遥快活的神仙日子 新疆边境县顿时人生鼎沸 这一幕震惊了我国的边防战士们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群人要抛弃祖国 投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抑郁 任凭驻扎在边防的士兵们怎么劝阻 他们就是铁了心的要去苏联 这时毛主席下达了指示 既然他们已经决定要离开 那就如他们的愿让他们走 并且上级也命令边防士兵 不开枪不动武 不与群众发生冲突 就这样 六万余叛徒得意洋洋地坐上了苏联汽车 将生他养他的祖国望到了九霄云外 在为期三天三夜的叛逃里 咱们始终保持了大国风范 即便我们对叛徒的事有为愤怒 但依旧保持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 没有在边境发生任何的流血事件 我国有一句古话叫做 犬不择家贫子不嫌母丑 这句话告诫了我们 做人不能忘本 就算家里再穷 穷到三餐不济 没有东西给狗吃饱肚皮 他也不会离你而去 终身帮你看家护院 而作为儿女 无论经历怎样的风吹雨打 人间沧桑 都不能忘了生之养之的父母 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烙印在骨子里的素养 但偏偏这群人 在国家危难之际选择了叛逃 当了令世人唾弃的白眼狼 当初率领叛逃群众的两位开国少将 名叫马尔果夫和祖龙 马尔果夫在1923年 出生于新疆尼勒克县 他早年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 后被新疆军阀盛事 才关进监狱 在1994年释放后 参加了新疆的三区革命 1945年7月 刚刚出狱的马尔果夫 投身于革命 参加了民族军 在1942年12月 加入了我党 先后担任了解放军第五军 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 而祖龙则担任了 新疆军区的副参谋长 1955年 祖龙和马尔果夫两人 一同被授予了开国少将军衔 马尔果夫 是我国最年轻的开国少将 授贤时年纪32岁 可以说 是一颗耀眼生起的新星 那么 他们为何要放弃着大好前途 率领数万边民 最终走上 叛离苏联的不归路呢 新疆这个从古至今 被称作西域的宽阔土地 从来都是我国神圣 而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但近代以来 腐朽无能的清政府 自顾不暇 渐渐减弱了对新疆地区的管控 伴随而来的 就是沙俄不断侵犯 我国西部领域 数支反叛势力 在沙俄的挑唆下 接连挑起事端 沙俄也将我国西部 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举为己有 并且盘踞在伊犁 长达十年之久 即便是在我国收复了伊犁之后 他也喜欢时不时的 搞点小摩擦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 沙俄对新疆地区的影响 不断扩大 这也导致 新疆很多民众的生活习惯 跟我国内地都相差很多 反而是与沙俄更为相似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苏联方面的伤亡人数 达到了3000万 吓到里面百姓 上至高级贵族官员 没有一个足够完整的家庭 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 很大一部分都是青壮年劳动力 这就造成了苏联国内的劳动力锐减 人口问题成为了苏联的头等大事 为了缓解这一局势 苏联将视线锁定在了我国的身上 一方面 苏联威逼利诱在我国东北 天津 以及上海等地的白俄侨民 另一方面 他们也在新疆地区 企图煽动我国哈萨克 维吾尔 以及塔塔尔族等民众加入苏联国籍 想要输送更多的劳动力 在新中国的建立初期 苏联给予了我国莫大的帮助 增派了许多专家设施 所以对于这种行为 我国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得到了便宜的苏联不仅没有停手 反而更加的得寸进尺 在苏联与我国关系还较为友好的时间里 我国有不少的将领 会被派至苏联进行交流学习 同样 苏联也有很多将领前来我国进行援助 这期间 苏联的不少情报人员 就向我国将领描绘了苏联的美好蓝图 希望他们可以迁移至苏联定居 马尔果夫和祖农也身在其中 1962年 一只不坚定的两位少将 最终没有经受住苏联的策反 转过头就取得了苏联国籍 并且还打着已深入牧区调查的旗号 实则前往新疆走村串户 做起了大量企图叛逃的山东工作 苏联特工组织也暗中调派了大量特务 伪装成当地民众 暗地里不断援助马尔果夫和祖农的叛逃行动 还向边民大肆描绘苏联的美好前景 声称边境已经摆好了迎接他们的宴席 那里美食无数布满了奶油面包 牛奶和香肠也不要钱 可以随便吃 房子帐篷也已经搭建完毕 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再也不用过饥饿贫苦的日子了 当时恰巧碰上了国内三年的自然灾害 新疆边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 国家也正值成立初起 百废待兴 正是全国人民共患难的时刻 当地边民听到苏联特务的一番美好描述 心动至极 觉得只要到了苏联 便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快活日子 就这样 马尔果夫和果农两位开国少将 率领了六万边民 毫不犹豫地叛逃至苏联 在几个重要的关口前 人潮涌动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 天真的他们以为上了苏联这艘船 就可以乘风破浪 从此过上幸福人生 殊不知 迎接他们的是痛不欲生的开始 在这群人选择叛离苏联之后 苏联的嘴脸便开始逐渐地展露无遗 其之后一系列的做法 让叛逃民众们来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边民抵达苏联境内后 苏联的确让他们过了几天 吃喝无忧的快活日子 但苏联将他们挑唆过来 并不是让他们来白吃白喝的 而是充当劳动力 在边民们吃饱喝足之后 苏联官员们就给他们 分发了不同的工作 其中大多数都被派遣去边境放牧 甚至还有人被调往至西伯利亚 冻土层所开发 那里不仅条件十分艰苦困难 而且长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可以说是真正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其中不乏一些 以前有个一官半职的小领导 虽说没有大富大贵 但吃饱穿暖还是绰绰有余的 自从来了苏联 他们就被迫干苦力 再也没有过上一天舒服的日子 没过多久 就有不少人有了重回中国的想法 但苏联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他们进入苏联境内不久之后 苏联就下令封锁了边境线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我国为了防止日后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更是预防苏联特工再进入境内 也已经关闭了中苏边境线 在这重重封锁之下 可以说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1991年苏联解体后 曾经在全球冠有超级大国之称的苏联 被分裂成了十几个小国 而这些逃往至苏联的叛逃边民 顷刻之间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尴尬局面 与此同时 我国随着革命前辈的不断努力 已经过上了改革开放的美好生活 于是乎这些叛逃的边民又再一次扑向边境 高喊道 我们要回归祖国 我们是中国人 这无疑是遭到了我们的拒绝 这群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叛徒 我们是坚决不会接受的 一个人倘若没有爱国的情怀 那就相当于空有一副躯壳 没有了灵魂 这些叛逃苏联的人 就如同当初中央下达的指令一样 愿意走我们欢送 不会阻拦 但要是再想回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咱们不需要没有爱国情怀的人 更不需要在国家危难之际 而弃之不顾的人 现如今 我国早已不是以往的模样 中国的国籍已经成为了 世界上最难加入的国籍 当年的你们对祖国爱搭不理 现在的祖国让你们高攀不起 这不验证了那一句老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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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